沉船派白車到海,海泰號10秒離開 十一南丫島海難調查聆訊進入第五日 落過南丫4號的幸存者作供 昨晚委員會上用首次播出999台的求救聲底 在撞船後1分鐘左右就打999 斷死亡直播清楚聽到很多女人的尖叫聲 但就算講明是在三支煙通附近撞船 女警竟然說會派白車來協助 反而要陳立機題應該派水警幫手 但無奈就斷線了 荒謬的事又怎知那麼少 他們一家四口 當時坐在船尾露天位置 迎著海泰號在左邊洗琴 小隻立即打999 但對方聽不清楚 只要交下電話給人去找救生意 但船沉得實得太快 慢慢拉不住重新入爸爸 就像陰陽相隔 而一直被指不顧而去的海泰號 原來在雙座後10秒 就退後走人 她一家三口雖然全部平安 但想起當晚 拼盡所有力 才退到個七歲仔上救生艇 還喝著整套海水 依然會想作嘔 打和滅 打了 不如說 你 真的就走 去驟 送送